我们今天去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角度很多 角度很多 然后吧 讲的方式也很多 那么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去如何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百多年 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然后又是到底怎么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这么一些成就的 我想变局这两个字 是可以概括 或者说比较准确的去概括 在这一百多年 一百来年的历史当中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各种抉择面前 做出了社会主义的选择 第一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第二个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第三社会主义能够强大中国 1920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第一个来的是谁呢 陈独秀 这个我们大家清楚 是吧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 然后到了6月8号左右的时候 陈独秀从研究室里面出来 从家里面出来 写了一份告北京市民宣言 结果被北洋政府抓了进去 后来在蒋蒙林 无视等人的这么一个保证之下 陈独秀先生就必要求什么 居下隔离 反正就是要让北大的人 北大的代理校长蒋蒙林要负责任 不要让他出去乱讲了 后来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们知道整个北京 尤其是北洋政府内部 开始盛行一个传说 说准备当时北洋政府内部的强劲派 有人准备效法袁世凯 干什么呢 就在1913年的时候 在我们上海这边的北战 刺杀宋教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胡适蒋蒙林就劝说陈独秀 赶快离开北京 所以在李大钊的掩护之下 陈独秀 出北京到天津 坐船到了上海 这在我们党史上就是著名的一段历史 叫什么南城北里 相约建党 就是在这 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 就住在我们现在的 我们所知道南京路在一块 那是租界地 那么到了上海以后 陈独秀的思想迅速的得到了一个发酵 什么样的思想呢 主张社会主义的思想 主张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思想 开始得到发酵 为什么呢 因为胡适说了 独秀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大家新七年的同仁很多 包括我胡适在内 还有其他的一些同仁 我们很多都是留学美国回来的 所以我们信奉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而独秀的这么一个 要效仿俄国的这么一个过激主义 就会被我们综合掉 综合的情况之下 那么独秀虽然有些想法 但是他还是尊重我们的以前 但是他一旦脱离了北京新七年同仁的 编辑部的这么一个氛围以后 他说到了上海 就遇到了一帮少年 少年人 这帮少年人有哪些呢 其中就包括我们次翻译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旺道 然后就包括还有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然后中间回来过暑假的 那个李达李汉俊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本来在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是宣传社会主义和宣传俄国经验的一个 亚洲的一个主要国家 因为我们早期的很多的著作都是从日本那边翻译过来之后 然后再翻译汉文 所以大家志同道合 所以正是在这种激进的氛围当中 要去研究共产主义 要去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小组 然后呢 进而要建立一个政党的想法 就开始慢慢酝酿起来 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是谁呢 是梁启超 1920年的3月份的时候 游历欧洲大陆一年的梁启超 回到了中国 从上海登岸 梁启超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 也就是巴黎合会召开之前 作为中国外交援助团的一个负责人 带着林长明 带着蒋北里 到了欧洲去考察 其实同时也是为当时的中国代表团 做一个智郎 那么中国外交失败以后 然后他都在欧洲大陆去进行访学 然后他看到的欧洲 就是经过了四年的残酷战争之后 所显示出来的那一个破败的欧洲 所以回到中国之后 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最后把它合集出版叫什么 叫欧游新引路 讲的是什么 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了 只有东方的文明 在这个人类的新时代 他会焕发出一种新的力量 那么他辅定西方的物质文明 弘扬中国的东方文明 是吧 新华大学有个国学院 我们大家知道 他就在那 然后与此同时 他也是辅定了俄国的波尔什米克 那么所有这些 这两个人的这么一个思想上的交锋 是由一个外国人引起的 谁让罗素 英国的哲学家罗素 1920年的10月12号 也是在我们上海的无从口登案 然后是受到当时 梁启超 蔡元培所主办的讲学社的邀请 到中国来讲学 因为1919年五四前期 杜威受胡适的邀请到了中国 但是杜威讲的这么一个 很多的什么实证哲学 实验哲学 实验主义 受众面太小 除了高校的几个知识分子 大家有点兴趣 对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 大家不关心这个 你不要给我讲这教育 我关心的是 中国现在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能够独立起来 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杜威给不出答案 杜威说 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谁呢 英国的罗素 那是一个大左派 然后罗素就到了中国 为什么罗素他也愿意来呢 因为他1920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 他随着英国共党代表团到了俄国 然后也见到了列宁 见到了托洛斯基 然后又在俄俄政府的陪伴之下 然后去访问了很多俄国的地方 所以他认为他有着发言权 能够对俄国的布尔神维克 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况 做出评判 所以他当当来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知识分子 要求他多讲讲 布尔神维克主义 或者说社会主义 能不能适行于今日的中国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然后在湖南省教育委员教育学会的这么一个邀请之下 罗素就到了湖南做了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他认为中国太穷了 连基本的工业基础都没有 比俄国还穷 你们哪有什么条件去实行社会主义啊 你们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的原理 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发展 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基础 就是工业要发达 人民的教育水平要高 你们不具备这种条件 所以他认为你们现在最好先发展实验 先普及教育 简单的来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罗素的这番言论一出来就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论 或者也预示了在中国知识界当中 共产主义派与资本主义派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派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分歧 当时在湖南长沙听了罗素演讲的毛泽东 就给当时的蔡和森写了一封信 说我听了罗素的演讲 理论上都讲得很通 理论上讲得通 但是实际上根本实行不了 他说在今日之中国 你发展实验 有独军 有军阀 有各种 官面上的人物 他会掠夺你的实验 你说你搞教育 现在教育机构的主导权 掌握在北洋政府手上 一般的人民怎么可能接受到教育呢 他说罗素的这个方法 写写文章可以 但是真要是来救中国 根本行不通 这是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的一派观点 然后当时又跟罗素一起来到 湖南长沙的时事新报的记者张东苏 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 大肆的鼓噪 社会主义不能例行于中国的这个言论 然后就一下子 以当时的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周刊 以及以改造 这三份杂志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23号 在上海成立的前夕 是经历过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正是在社会主义大论战的过程当中 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了第一次的思想的洗礼 那么我们说1922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社会主义呢 就一点 无论是毛泽东也好 陈独秀也好 还是党内的其他的同志也好 大家都认为 以中国近代的历史来说 学英国 学日本 学法 学美国 结果学到最后 就是一个结果 老师打学生 他不会让你中国走向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了 他只会把你变成一个奴役的原料的供给地和商品的经销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我们的邻国 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所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人走到一个死胡同之后 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一种适用于欧洲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要在中国落地 难度很高 难度很高 大家做一个纯学术的研究 我们去研究一下社会主义 研究一下共产主义都没问题 但是你当把一种主义从欧洲的经验要 或者俄国的经验要拓展成为一种中国的经验 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个巨大努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化 中国化 那么我们怎么实行中国化呢 应该说在中国化的道路当中 我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失败或者相当多的失败 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 毛主义说了 1935年一月政经会议之前 我们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 什么叫幼年时期呢 简单的来说思想上比较幼稚 对自己不自信 迷信共产国际 迷信苏俄的经验 所以呢先后出现了 从1921年到1935年之间 先后出现了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是吧 然后紧接着就是第三路线 左倾 左倾盲动主义 然后紧接着就是两次 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 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他说这一堆 这一系列的路线错误的背后说明了什么呢 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人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 确实还处在一个幼稚不成熟的解答 所以呢他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 需要苏俄的指导 但是大家也知道 从1921年到1927年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开始 然后慢慢开始跟国共合作 到24年正式合作 然后到了27年大革命失败 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大家也清楚 是吧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 对陈独秀的这么右倾投降主义进行的猛烈的批判 八七会议根本就不让陈独秀参加 虽然陈独秀当时也是总书记 但是不让他参加 那么八七会议上应该说 中国共产党开始慢慢的探索一条什么样道路来 就是我们如果只是把共产国际的 只是神圣化 把莫斯科的经验神圣化 最后带来的只能是失败 所以毛主席毛泽东在这次八七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把一种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当中的应该说提出的第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举行了南长暴动 所以我们搞了秋秋取域 所以我们在广州成立了广州苏外公社 虽然都归于失败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火种 这个火种是什么呢 就是毛主席后来所说的 新京之后可以聊远的十月井冈山道路 我们上了井冈山 后来又创办了中央苏区 那么你在一个四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国度里面 你把你的军队把你的党组织 把你的立脚点放在这样一个分散游击的状态的一个农村当中 这完全是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理论 也完全的摆脱了列宁所创造的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这个道路 那么我们知道一种新鲜的事物出来以后 你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 做思想上的解释 尤其是我们说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你必须要给他取得一个什么 我们说不管是理论上的一个解释 还是实践上的一个论证 你都得证明你这条路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说太懒了 毛主席自己说 我的井冈山也是三楼三起啊 也必打成民主党派啊 为什么当时的第三路线不认可他的路 而当时的共产国企 或者说当时的苏联内部 也不认同这种观念 是吧 布华林有一个调侃式的语言 在描述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人 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环境 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 就是说你们不要待在一个地方 是吧 一个地方把老百姓的鸡都吃完了 那最后干什么了 鸡飞狗跳你们得赶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是吧 那个地方还有老百姓还有氧气 你不要待在一个地方把一个地方吃穷了 这个理论也是代表了当时的苏联 对于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态度 一个态度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所讲的 为什么毛主席在1949年年底到莫斯科跟斯大林在进行会谈的时候 他对斯大林有那么一点怨气呢 就是从中国革命一开始的时候 斯大林的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情况是不了解的 他往往是以苏俄的利益为重来指导中国革命 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渊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在井冈山上确立了我们的第一块的根据地的时候 我们站稳了脚跟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说井冈山道路是与十月革命道路是一个并列的 无产受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革命的两条道路 但是我们说这是事后总结啊 1927年到1930年 毛泽东再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开展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他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们把队伍拉到农村 我们能不能第一个能不能占得住 第二个我们能不能有发展的前途 大家想想如果把你们穿越到那个年代 四周都是国民党整个共产党人在27年28年遭到大屠杀的情况之下 你看得到前途吗 所以毛主席必须要从理论上去论证来解释 我们这块小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所以大家去看毛选当中第一卷是吧 有几篇文章非常重要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因为他解释了 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 为什么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下 我们这一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五个条件 一个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所造成的 殖民地一半殖民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没有变化 一个就是我们的地大物国 中国的区域的发展的不均衡之间所造成的矛盾 城市的这么一个工商业和大量的农村之间的 自己自如行之间的矛盾 这是两个最根本的结构性的矛盾 只要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 革命就有希望 这是客观条件 那么三个主观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红军的有力量 就红军能够保证打三仗 保护保证我们的政权能够存在 第二个就是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不要犯错 第三个就是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潮 所以毛主席在这篇文章呢 就说啊 就说什么呢 就只要坚持下去 革命会有希望 然后同时我们大家又写了一篇文章 心心之火可以了言和井冈山的斗争 那是告诉红四军军队和党内 不要低迷 也不要悲观 要用正确的方法论去分析 半殖民地半中的中国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 我们的革命就有希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应该说 从1927年到井冈山 然后后来因为井冈山毕竟太狭窄了 部队发展受到限制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 你们会知道 都是山区 山区之后一个最基本的 土地怎么保证 土地的产出 能不能保证军队和地方政权的 基本的后勤保障 这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后来一定要往赣南闽西发展 为什么赣南闽西发展 相对于井冈山这块地方来说 我们的地盘大了 所以从1920年 毛主席带兵下山 然后到了赣南闽西 然后后来都创办了 我们说大家所知道中央苏区 应该说中央到了中央苏区 区域建立起来以后 一直到1933年 基本上我们发展的还是比较好的 国民党所搞的四次反围角 基本上都被粉碎了 但是为什么一直到了33年的时候 情况后来又发生转变了 因为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 跑到了苏区 那么临时中央为什么待不住了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1931年的时候 中央特科的行动科的科长顾顺章 在掩护护送张国焘前往厄云晚苏区的途中 回程的过程当中到了武汉 厄云晚苏区就在武汉边上 然后在街头他去看人家看杂耍 然后自己把一时兴起劫去表演 结果就被当时的叛徒认出来 就被抓了 抓了之后就出卖了当时 周恩来他们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 所有人的住址 然后还好这都引发了我们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 也是周恩来盛战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 胡迪 李克龙 及时接收到情报之后 马上翻译 然后马上 那个钱壮飞马上让他的女婿 乘坐火车 马上到了上海 找到周恩来 赶快撤离 所以龙潭三杰 挽救了我的关键时候 挽救了我们的党 然后到了三一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六大所选出来的中央总书记 顾项中发又判变了 这一看整个的上海的中央 都没法开展工作了 只要化展为年 所以这种情况 只要断断去 慢慢的往那走了 一部分人往莫斯科走了 比方王明 一部分人往伯古 受王明的委托 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 然后到了中央苏去 结果一到中央苏去 我们大家知道 伯古二十多岁 然后又是在 李德的这么一个 瞎指挥之下 然后到了中央苏去之后 迅速的掌控了 对于中央苏去的控制 然后用李德的 那个一战时期的 这种作战经验 去跟国民党军队 去打正规战 正规战和阵地战 最后我们的 1934年10月 我们只得长征 那么长征 我们现在毛主席说 长征是波仲基 长征是宣言书 但是毛主席自己也说 长征当时就是 出于一种本能 摆脱国民党的包围 因为国民党 几十万大军 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容易受李德伯古的 这么一个影响 是吧 我们先后经历过几次的惨败 从湘江战役 8.6万多人 最后打了一仗之后 死了3万多人 所以就这种情况下 没办法 中央再考虑 要不要赶快要改变这种方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通告转兵 经过离平会议 然后我们在 尊专业召开了会议 所以说 为什么说尊业会议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因为在这一次的会议上 毛泽东 重新参与中央的军事指挥 中央军事指挥 所以应该说 尊业会议以后 红军虽然也历经了很多的艰险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所以在红一红四方便军会议以后 我们攻险拉斯口 然后到了哈达铺 是吧 到了哈达铺的直多镇 直多镇的哈达铺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知道 毛主席通过警卫员 在街上买的一个东西 买的一张报纸上 看到了陕北有红军在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 我们要到陕北去 所以说从三四年十月 我们长征 然后历经一年多 我们最后到了两万五千公里 然后我们到了陕北落脚 应该说 这对于我们当时的党和红军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或者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 所以毛主席对于陕北的感情很深 在陕北在延安13年 说这陕北是什么呢 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 是中国革命的基地 1948年3月 东渡黄河前往西北坡的时候 又说了 这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 出发点 那么我们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的时候 我们打的旗号是什么呢 北上抗日 因为1931年3月8日 3月9月18号 918发生了 国民党来了一个不抵抗 几十万的东北军 一枪不放到了关内 整个东北沦陷 但是日本人不满足啊 是吧 33年 又制造长城抗战 又制造长城抗战 又测 到了三五年 又要准备策划华北独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北方已经是可以说是笼罩在日本人的这么一个阴影之下 但是国民政府的从国民政府的妥协 节节退让 让整个国家就像一个火药口一样 站在一个火山口上 所以我们共产党看准了 此时中日之间的矛盾 已经慢慢的慢慢的开始逐步上升为一个主要矛盾 但是国民党不听啊 他仍然要集中兵力去消灭中央族区和其他地方的族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我们长征转移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北上抗日 所以当我们的陕北落脚点以后 蒋介石让张学良去攻击我们的军队 结果张学良的东北京说历史话 第一战斗力下降 第二我们共产党做他的工作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们的枪口是要对着日本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张学良梁虎臣 以我们的红军 上次就有了这么一个秘密的往来 所以蒋介石不放心 然后就在独战 一独战就发生了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 双十二西安事变一发生 然后我们党应该说从杀蒋抗日 最后变成连蒋抗日 这个政策的转变的过程当中 是做出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因为中央红军撤出苏区的时候 国民党在江西这一代 大肆屠杀红军家属 可以说是家家代孝 家家代孝 所以那是血海深仇啊 但是我们党也认识到呀 1936年如果中国再进行一个内战 再继续进行下去 日本人会趁虚进入之后 国家民族会陷入灭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之以利动之以利 而最后蒋介石口头答应 是吧 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 37年的7月7号的 卢国桥事变一发生 我们中共中央马上发出 告全国人民抗日战 要对日战作战的这么一个宣言 然后呢 蒋介石也发表 卢山上也发表 卢山宣言 是吧 就是那句话 人无分老幼 年无分老幼 地无分南北 皆有首土抗战之责 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1937年国共正式合作 红军和南方的新四军 南方的南方三省的游击队 正式改变成新资金以后 应该说延安得到了一个 暂时的一个 安宁的一个时期 所以37年的时候 毛主席写了两篇文章 大家建议一定要去看 一本叫矛盾论 一本叫实践论 所以看这两本 是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移为 日本帝国与主义 与中华民族之间的 矛盾的情况之下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所代表的这种阶级矛盾 已经变为次要矛盾的情况下 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去 适应这种矛盾的变化 形成自己的一个世界观 和形成自己的一个方法论 其实他教你的就是 怎么去看待 今天我们要实行 多共合作 所以矛盾论你们讲得很清楚 矛盾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有主要矛盾 有次要矛盾 今天我们共产党面 中国社会面与主要矛盾的时候 就是日本人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 而我们国民党的矛盾是次要矛盾 那么这是那个 实践论讲的是什么呢 实践论更多的是总结 193 也就是说1929年以后 或者说1927年以后 我们党为什么会在中央苏续 在一开始发展得很好 为什么最后会吃了败仗 就是脱离时期 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 教条化 所以说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延安这段时间 思考的一个结果 思考这两本文章 这两篇文章也要看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1938年到1938年的 89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呢 我们大家也说 武汉使手 广州使手 整个抗日战争 进入到了一个相识阶段 国民党内一片头强声 尤其是国民党副总裁 汪金卫 打不下去 中国国力太弱 要干什么 要跟日本人讲和 然后攻略共产党 有耳不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拉住国民党当中的抗战派 毛泽东又写了一本书 叫什么 论持久战 讲的什么意思呢 讲的意思就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中国跟日本 这一次战争 中国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中国一定能够坚持取得胜利 就是一点 今日的中日战争 已经不是像1894年到1895年 那样的中日战争了 那个时候就是两个国家的战争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为啥不一样呢 因为这一次的中日战争 它是放在整个全世界 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场战争 也就是说中国有着同盟军 这个同盟军事实呢 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同时最主要的 我们还有着已经经过工业化 已经有了能够保卫自身安全的苏联的存在 所以这是毛主席所说 为什么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背景 事实证明这一个观察是对的 观察是对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比较中日之间的具体的矛盾 日本虽然强 但是它是个小国 我们中国虽然热 但是个大国 为什么这不说呢 是吧 日本你再强后 中国地盘太大了 日本你再厉害 但是你中国 你的人口太少了 所以日本人到了1938年 攻入到武汉以后 他就一个感叹 中国太大了 大家去看看当时的形势图 是吧 在华北到了太行山 到了山西 止步不前 为什么 有黄河 然后到了华中 它的冰封直接插到了武汉之后 再也没法前进了 然后到了华南 华南占领了广州之后 一下子也没法前进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想的是什么 想的很简单啊 三个月能够占领中国 后来改口说不行 六个月 后来一下不说这话了 到了1941年 日本准备12月7号 日本准备发动 珍珠港事件 挑衅美国的时候 日本的总参谋长山山元 日本天皇就问他 说这次对美作战 你觉得多长时间 能够把美国打罢 美国打倒 然后让美国比 跟我们签订条约 山山元说 大概一年吧 他说你想清楚 天皇又问 你想清楚啊 当年你说中国 三个月就能把中国消灭 后来你又说六个月 你给我道理给我说说 你把美国能够 多长时间能够打倒 山山元说了半天 说这个只能根据 具体的战争的态势来决定 心里也没提 所以应该说 1938年 我们毛泽东 在写出 问持就战的时候 这个目光非常明硬 也就是显示出了 一个大战略家 他对于这个战争的 一个形势的 一个判断 应该说 从37年全面抗战 到45年 应该说 我们经过了残酷的 八年战争 是吧 我们牺牲了 那么几千万的人 几千万人 最后赢得了 我们说近代史上 第一次彻底的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但是我从45年 大家都在看 我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 虽然在抗战的 后期的战场上 一窥击败 但是它毕竟在美国的 支持之下 武装了几百万的军队 将近三百多万的军队 就是正规军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经过八年的抗战 整个华北到处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将近一亿多的我们的根据地的老百姓 然后手上还有六十多万的野战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个党 两支军队 谁都看得很明白 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一个地方 就在这两支力量上 所以应该说 在各方面综合的考虑之下 当然首先是蒋介石 为了从 从舆论上 来压迫中国共产党 先后给了中共中央三封电报 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是吧 毛主席最后跟中共中央临时 开了好几次会 最终确定还是要去 中央一开始是不同意毛主席去了 为什么 蒋介石这个人人品太大 是吧 你知不知道毛主席去了之后 他把你扣押起来 事实上在重庆的期间 国民党的总统 曾经给蒋介石建议 把毛主席 把毛泽东留在重庆 以作为什么 总统顾问的方式 把你软禁起来 不要回延安了 蒋介石这人 可能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怎么 可能受于各方面的强大的压力 或者他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 最后毛主席就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说 1945年到1946年6月份 中原突围之前 这是我们重庆谈判或者说是这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一个过渡时期 那个时候大家满怀的信心啊 中国是不是能够走向和平 国共两党能不能放下兵格 然后实现一个和平呢 事实证明都不可能 为什么两个问题 一个是要 一个是关于政府的民主化问题 一个是军队的国家化问题 毛主席讲得很清楚 政府民主化军队化我们都支持 但是前提必须改造你们现在国民党一党独岛的这一个政府 必须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民主党派和社会前来都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 那个时候才能谈下面的问题 那蒋介石当然不同意啊 而且关键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对农民的态度问题 毛主席准备飞回延安的时候 蒋介石最后一次请他吃饭 蒋介石比毛主席大几岁 就说认知 联合政府成立以后 是吧 我当主席 你当副主席 然后吧 咱们精神合作 是吧 好好把中国发展起来 然后主席就给他提了个建议 说我们先得要进行土地改革啊 蒋介石说 好 你的这个主意好 但是说完 谁都明白 国共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土地改革问题 共产党主张要把土地分给农民 国民党怎么可把土地分给农民呢 所以这个阶级上的立场上的根本不同 就决定了国共在三年多的战场上 他们最大的区别 大家都说 是吧 经过17年 我们最艰难的解放战争的第一年 为什么到了48年49年以后 那是秋风扫落月 虽然付出了很大努力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失败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这里 我们共产党作战 不像国民党那样 是吧 所有的后勤补给 都是用汽车 用卡车去拉 用飞机去投送 我们都是老百姓 自发的 组成什么呢 组成后勤保障队 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输送 是吧 辽整战役 一百多万的民工 一百多万的民工 给我们输送 我们的军粮 塔山主机战 黑山主机战 那么惨烈 老百姓不顾身死 往阵地上给人家 送馒头 淮海战役 是吧 陈毅元帅后来感动的说 淮海战役是人民有小 小推车推出来了 这句话不是假的 所以淮海战役 国民党必扶的几个将领 杜立明也好 还有黄伟也好 他们就感叹了 他说我们当时啊 国民党的军队 气势凶冲 走到淮海大地上的时候 我们凡是经历过的 农村的地方 或者说共产党 曾经建立了解放区的时候 是家家户户 没有一个人 老百姓都是尖闭亲眼 结果来 等国民党的军队一臂消灭 然后这些俘虏们 就在往解放区送的过程 就会发现 到了一个地方啊 群众是张灯结彩 是吧 给前线 纳军鞋 就是纳鞋底 然后把蒸各种馒头 然后是吧 救助伤员 哎呀 当时他们就感慨一句话 国民党败就败在农民身上 农民身上 所以到了49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知道 是吧 国民党上层都有一句话 天下无人不通共 国民党身边的高官 高层 不管他们自己的亲属也好 还是朋友也好 还是秘书也好 要么是共产党员 要么是同情共产党的 进步分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不败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民心啊民心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三年解放战争时期 体恤的有本明显 到了49年 毛主席写新年贺词 将革命进行道理 革命向前进 生产涨一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4月23号 我们渡过长江 解放南京城 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5月27号解放上海 解放上海 整个国民党政权 所赖以为深的 江南最繁华的地方 就被我们解放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毛主席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要建国了 马上要建国 建国的时候就是一个选择 21年的时候 20年21年时 我们选择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最后我们做出要社会主义 我们为这个目标本 努力和奋斗 35年以后 我们不断的努力 是吧 要探索一条 适合于中国革命的一条道路 我们经过从 经过28年 走出了这条道路 但是现在马上 和平的曙光展望 中国共产党马上要建立新中国了 这个时候 你要处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你是更多的跟美国靠近来 还是更多的跟苏联靠近 34月23号 南京解放影的时候 很多的驻外使馆都跟着 李宗仁跑到了广州 只有美国使馆 司徒雷登留下来 跟陈毅联系 说只要你们中共答应 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认可你 就赞同你 什么条件呢 你得继承国民党 跟美国所签订的一条约 只要答应这个条件 美国政府就认可你们 那对于我们来说 不可同意了 怎么可能呢 不是又让你美国人 把我们绿色摟在我们头上 不同意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跟苏联靠近 苏联靠近 所以我们毛主席写了一系列文章 一系列文章 起初一个政策 打扫屋子 是吧 另起炉灶 一边倒 应该说从1949年到1976年 或者说一到1979年 改革开放的前30年 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建设 这种理论 你到底是延期苏联的那种理论呢 还是要探索自己的理论 那么到了1956年 苏光二十大召开的时候 我们终于甩开了 苏联的这么一个 神圣化的这么一个束缚 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 为什么呢 因为在苏光二十大上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 批得一塌糊涂 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 及其秘密后果的报告 以后果的秘密报告 把斯大林 斥责为筷子手 流氓 这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是对于苏联经验的一个沉重打击 所以毛主席这个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他们已经出现那么多问题 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一定要找出自小路 我们要自力更生 所以在苏光二大召开的时候 毛泽东开始写出 一篇文章叫论十大关系 是吧 这个一直到今天 也是我们指导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 张宁性的文献 然后到了57年 我们毛泽东又写出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么一个文章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但是我们大家也说 为什么57年以后 随着反右客套化 然后我们大家会发现 57年的反右 58年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 然后过渡时期总路线 然后59年的卢山的反击 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主义 然后到了60年61年 三年自然灾害 然后到了62年 我们的国民经济调整 然后到了6364 我们又开展了社会主义农村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最后慢慢发展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会又出现这一错误呢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与苏联有关系 苏联有关系 赫鲁晓夫跟中国落翻以后 59年6月份 撤宣布停止 对于中国原子弹技术研发的 这么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的原子弹工程 也叫蒸汽弹工程 叫596工程 1960年的7月份 又全部撤回苏联原化专家 那么我们从60年 一直到62年 做了各种工作 63年做了各种工作 希望挽回中苏关系 但是赫鲁晓夫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跟美国搞缓和呀 那要跟美国搞缓和 我们就认为他是背叛了对林主义 为什么呢 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可以和平共处 和平共度 和平竞赛 三合两全 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 无战争 无阶级 无冲突的一个战争 是这样 我们批评他 你这一个是一个梦想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我们认可 但是和平共度 怎么可能呢 按照资产 按照马克的主义 基本论 两大阶级的对 顺富 最终一定是用战争的方式 来解决了 所以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 到63年之后 我们就联系起了 九评 苏联共产党 最后的评论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里面 就是 以后鲁小富费代表的苏联共产党 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特权利益集团 而这个特权利益集团 是凌驾于苏联人民之上的 而这个特权利益集团 是根本的背叛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然后你再反观到中国 从57年的反右的时候 毛主席始终强调 我们五六年的八大 虽然确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不复存在 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时间 一定范围仍然存在 再加上国际国内 国际国内的这种交织 作用之下 文革就发生了 文革的形化是 全称叫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 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 在我们1956年八大 所确定的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已经确定的情况之下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 已经确定的情况之下 毛主席认为 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 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 而上层建筑就体现了 主要体现了文教机关 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 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们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 这是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运动 希望用大规模的 大民大放大 大民主的这种方式 去解决党内和国家内部的 这种问题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1981年 我们十一月六中全会所做出的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已经明确的指出这种错误 已经是明确的这种错误 所以在从76年9月9号 毛主席去世 10月6号四十八被抓捕以后 我们经过两年的徘徊时期 周一在1978年的十一月三中全 我们做出了 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 是吧 从此以后阶级斗争 在一定范围存在 但是我们党主要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经济工作 为什么是经济工作 十年浩劫之下 我们整个的中国社会 以经济已经陷入了濒临状况 濒临状况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体现 就是什么 老百姓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民 大家都吃不上饭 吃不饱饭 吃不好饭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决定 改革开放 但是我们说改革开放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是吧 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说一句话 改革开放就是什么 杀出一条血路 什么叫杀出一条血路 首先是思想上要杀出一条血路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 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与教条主义来作斗争的 我们放开一个深圳 什么画了一个徐中勋代表广东神尉给 向小平和中央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来料加工厂 小平说你们胆子太小了 直接搞特区 是吧 闪在那边区就是特区 要大胆的闯 大胆的是 但是特区一建立 从一开始成立就处在各种关注 社会的关注之下 处于各种风波当中 大家认为你画出特区以后干什么 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里面 你要干什么思奔主义 是吧 弄了一个特区 这不是出现吗 不是跟上海滩的实力扬场吗 所以那个时候逼到我们没办法呀 所以小心谨慎啊 小心谨慎啊 然后到了89年91年 苏东和苏联先后发生巨变以后 那更是让我们开始考虑啊 改革开放道理对不对 那邓小平一看说 这样不行啊 大家倒是纠缠 以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对错 或者意识形态的纷争 那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是吧 马克斯恩格斯早就说过 一打纲领不如一步行动 所以92年他要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之后 我们说92年 我们正式的把邓小平的 这个南方谈话的思想 写入了我们的报告当中 然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 社会上经济体制 然后慢慢慢慢发展到 新世纪发展到今天 我们说到了2012年 是吧 党的18大以来 党的18大以来 从2012年18大到19大 这五年时间太关键了 为什么太关键了 就一句话 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方面取得了 突飞猛进的成绩 因为2020年2011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央也很冷静 就说 改革开放40年 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 总书记自己说了 西方国家 用200多年的历史发展起的资本主义 走到了今天 我们中国用40年的时间里面 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西方的200多年的历史 它是逐步的去释放 它社会发展当中的各种矛盾 是吧 这个大家可了解 一开始没有普选权 所以大家都要普选权 后来发现普选权只是男性有 女性没有 所以又争夺女权 但是我们现在呢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兴了40多年的时间里面 一下子各种矛盾 都集中爆发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 如果理解到这一个背景的话 你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从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提出了一个词叫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 都要进行一个全面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过去的40年 我们可以用富起来的时代来描述 但是这个富起来 要变成强起来 这是有一段差距的 什么差距呢 你看起来体格很庞大 但是你是个虚胖子啊 是吧 当你中国慢慢发展 已经引起了西方的注意的时候 你要能够增加自己的底盘 要增加自己的战略回旋余地 必须要强大起来 所以你干什么 你得瘦身 你得强身健体 所以我们这五年主要做的是这个工作 是吧 经济上我们大家也知道 经济动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动能经济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是用来住的 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 光靠房地产经济 光靠那种什么PPP P2P这种网络金融 是吧 就像马老师的这些网络金融 你能够输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不行的 不行的 然后我们说政治上 没有我们的全面从严治党 没有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 大家想想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景象 2015年的时候 有个老同志给总书理写了 写了一个封信 说我们现在抓了 抓了那么多人 是吧 党内的很多的干部 是不是会受到我们党的形象 受到老北京的影响啊 是不是老北京会说 我们这个党怎么了 总书理就给他回了封信 说到底是13亿人重要 还是是1800的腐败分子重要 这就是明星啊 只要是一个稍微具有清醒 头脑的政治家都会认识到这个问题 1945年的时候 黄炎飞先生到了延安 是吧 跟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找到了 叫民主 2015年的时候 总书理自己又说 说45年的时候提出历史周期律 毛主席找到了民主 但是从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 我们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不好 总书理自己讲啊 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很好 所以你看25年以后 我们说政治领域一个重要的改革是什么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司法才是社会公正的一个 一道底线啊 所以你看从2016年开始 是吧 总书理在各种讲话里面 始终讲一个什么 要让司法公正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的司法环境 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大次改革 就是根本性的一个改革以后 就是用总书理说话 社会的怨气 老百姓心气顺了 心气顺了以后 他看待问题就比较理性一点 这就是成就啊 要不然我们说从2017年 十六大召开以后 中美贸易战发生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战略回源 一定越来越大 就是中美贸易战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美国人气势凶痛啊 特朗普那像特朗普那一个极限时下之后 很多人都意料不到的 以为中国马上会败下阵来 但是没想到的是 哎美国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强 中国也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弱 是吧 经济过2018年 整个上半年的风风雨雨 到了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 中央再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就说 我们2002年中共我们十六大所确定的21世界头20年的战略机极 这个判断今天仍然有效 但是这个有效 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中国和世界已经处于一个北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外国的国外的关系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复杂 但是中国的回权余地战略回权余地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2011年的GDP的增长 慢慢的变成现在一个起个越来越强壮的一个巨人的时候 你的底盘更加稳定 儿女的增长的同时 是吧 整个西方社会所呈现的出来的这么一个衰败性的一个景象 遇上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一带一路也好 还是我们的全人类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好 在新冠疫情大爆发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之下 越来越显示出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全球领袖性国家 全球领袖性国家 它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处在各种变局当中 同时又是不断的面临和化解各种变局所带来的挑战的过程当中 一步步走向壮大的 一步步走向壮大的 所以我们大家说19大的报告当中 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经典的话语 但是在这个19大报告里面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句话 全面从严治党 敢于自我革命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 这句话太重要了 北年大党 怎么保持自己的政治活力 怎么保持自己的组织活力 这是自现代政党产生以来 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是说句实话 走到今天 也只有我们共产党找到了这条路 什么叫自我革命 知道自己的症状出现在哪里 但是同时又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让自己的机体焕发出 升级 这叫自我革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简单的利用这一个小时 我们给大家稍微聊了一下 北年变局当中的中国共产党 是吧 按照我们党的石油大所确定的三步走的一个战略 到了2035年的时候 第二步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那么大家可以算算这个时间 是吧 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 将近30年了 我们在座诸位同学 在座诸位正视这场大变革时代 大变局时代的主力军 主力军 所以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 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好好学习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好吧